嗨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steer51 咱们废话不多说 一起来说车 这个一个夏天马上就过去了 我这儿一直也是忙了好多 乱七八糟的事 加上工作也忙 所以一直也是懒得跟大家 做个视频汇报一下 正好今天趁着长假期 跟大家简单聊聊我这一下天都干什么了 首先就是我这一下天干的最多的件事 就是换车 换了这个换那个 换了这个换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那个 那个这一签已经没了 卖了那个车以后呢 我是收了一辆我朋友的这个08的FZ6 外加一辆 忍者250的赛道车 改好的 然后呢上几次赛道 上几次赛道以后呢 反正就是一直也没时间做视频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车库里这些车啊 基本上都是最近刚收的 这辆车是一个06的R6 也是有一个哥们刚买没多久摔了 然后摔完以后拉到我这儿 然后呢我就直接给收了 便宜点我也收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忍者的300也是我刚收的 本来呢这个车我本来是想给他做成自己改成赛道车的 然后呢我在网上发那个Facebook的时候 人家就说最好是直接换一辆那个赛道版的车 因为你又费时间又费钱 正好有个人呢他有一辆也是人者300已经改的改的差不多的一辆车 然后呢他就说可以跟我换 呃本来我的计划呢是拿这个跟我朋友的那个FZ6 呃换一起换他的一辆车 正好我们俩正聊的时候呢 这个R6就过来了 过来以后哎我跟他一说 他说那就拿R6换也行 那边这边这个是个本田的CBR1000RR 这个呢是一个04年的 是我跟我一哥们一起收的 刚开始他就是前脸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前叉他们都给卸了 当时那个前脸摔了 前脸摔了以后呢 那个人反正就是也不想要了嘛 就我们的便宜收过来 本来我们想给修好了以后再卖的 因为这车其实挺值钱的 呃然后呢我的哥们呢最后就决定说他想自己留着 反正到时候他订完件以后我们一起给使得好 他就可以开走了 然后这边是一个09的R1 啊呀这个呢是一个中国哥们 他之前跟我们过玩赛道认识的 他车其实就是风吹的 把前面那块给吹折了 就是给吹倒了 然后就折了 折了以后呢 哥们买了那个壳啊灯啊什么的都买了 以后一直没装 反正到最后呢我就说 就说拿我那颗忍者250 塞到的那忍者250 然后呢跟这哥们一起换 大家如果之前看我视频的话 也知道我很多年前有一个黄色的那个09的R1 一模一样的款 当时也是因为这种原因嘛 就必须得卖那个车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特别特别喜欢那辆车 所以呢这回说实话能收这辆车啊 那哥们也是也算是便宜我了 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能把车给收回来一个差不多的 最搞就是这辆车最开始的颜色也是黄色的 所以我在想因为我当时卖那个车的时候就是卖到他们那个省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这辆车是不是就我当年那辆车 这辆车呢是我今天刚拿我的那个FG6 刚拿那辆车换的这辆CRV的那个CRF250L 这么一个小越野车 大家看我把后轮已经卸了 后轮到时候我就直接换个新胎 换个刹车片 这辆车就可以骑了 哎呀反正是一下天没少折腾 到时候争取我们把这个件都都运好了以后呢 我们我争取在船车的时候给大家录个视频 跟大家聊聊这个船车的一些小技巧吧 然后呢今天大晚上呢 我给大家听听听听这个十字曲丑运行的声浪 爽吧 哎呀看我把这个 我的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 这个plate就放上去了 修好了就可以齐了 行吧就说这些 咱们下次见 Peace by bwd6 大家 Africa